等一下有關 VBA 版 VBA 版我們之前有講三個版本 一個版本是用那個 Input Box 跟用那個 Magic Box 輸入用 Input Box 輸出用 Magic Box 這個版本 然後輸入一個是不是整個 53 確定它 Magic Box 是直數 那再跑變成你還要再執行 15 是不是直數 不是直數 OK 就跳離了 不過像 Input Box 跟 Mate Box 也可以跑 就是說它相對它的介面太陽春 所以我如果說希望能夠換一個介面 那我現在介面 以哪個地方呢 以這個 B1 跟 B2 當成是輸入輸出鍵 這個是輸入 這個是輸出 然後呢 我就多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我們之前講過 插入這邊有個表單空間 你可以把它拖拉 跟它 跟它講說哪個 Sub 比如說我這邊 先輸入一個值 輸入 53 好了 然後按一下那個直數判斷 它會輸出結果 是直數 然後輸入 16 然後一樣 按 Enter 不是直數 那這個做法的話 基本上 之前也有講到啦 所以 細節部分的話 可以再參照一下前面影片 或者是 我大概看一下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你可以再產生一個表單 按右鍵 它這邊可以制定表單 不過這個制定表單 有點太複雜了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參照我們上次講的那個表單做做看 當然其實原理原則都 差別只是 UI 不一樣而已 其他其實都一樣 那有哪一些重點 我們大概看一下 一 我們第一個 input box 有沒有 然後一樣 請輸入一個整數 一樣 然後prong的過來 不過這邊不一樣的地方 就不用轉型 第二個的話 for 回圈的話 不是 for 那邊 for i in range 這邊的話 是 for i 等於哪一個 第二個 到哪一個 不過特別說 這個prong要減1 range不用減1 因為range剛好是它的後一個 就是停止的後一個數字 這邊是剛好 就是那個數字 所以這邊一定要記得減1 然後一樣if prong的那邊用person 這邊用mod 差別在這裡 然後那邊的話 是兩個等號 這邊沒事 不要用兩個等號 有的時候習慣就變成打兩個等號 要不然那邊就變一個等號 所以這個規則有時候字要都會記一下 好 這是麻煩的地方 不過如果你這個都記起來的話 其實也沒什麼不一樣 然後zen的話 這邊 那邊是冒號 這邊的話是zen 有沒有 所以其實應該是 也可以寫一個轉換程式吧 自動幫我取代一下 你只要把規則有沒有 全部都把它對應好 啪 自動 vba 轉 python python 轉 vba 對不對 有沒有寫這樣的程式 網路上早早都會也有了 沒有的話 隨便以後自己寫一個算了 貼上去自動轉換 看你要python 還是要 vba 可不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可以啊 那這樣很方便啊 你要轉過去馬上就可以 頂多可能有一些地方沒有轉成功 你就自己再手動轉一下 那不就很快嗎 那主要其實只是做取代的動作而已啦 我覺得像我也是直接把那邊的程式貼過來 改一改 其實也沒有改什麼地方 最後只是差別說 剛剛那個break 這邊就要改成 is it sub 意思就是說呢 直接從這一行 跳到 end sub 的位置 他就不會去執行這一行哦 ok 所以 is it sub 還蠻好用的 如果是只是跳旅回圈的話 那 不過如果這個地方 只是 is it sub 的話 他還是會跳這個 magic box 是指數 所以這邊的話 記得一定要 is it sub ok 那break 的話 比較是類似像 is it sub 如果你要 is it sub 的話 可能就要用其他的方式 像 Python 裡面 如果要類似這種 is it sub 你可能就要用其他的方式完成 像 always 裡面有一個 is it 他也可以跳離整個程序 其他的話就是輸入 我們用改成什麼 改成用 B1 所以我之前有講過 你如果要 B1 的話 你就直接用 range B1 這邊直接把這個 range 加一個 B1 輸出的話就是 range B2 這樣就輸入輸出了 ok 所以未來當然你要改寫 在那個 Excel 的好處就是 非常方便 你如果在 VBA 裡面 在 Excel 裡面要處理這些資料的話 當然用 VBA 是最沒有障礙的 我一直強調 因為如果用 Python 可以 可是用 Python 你變成你要再加很多外掛 然後你又要再開檔 又要再存檔 相對於 VBA 來說 VBA 還是最直接的 OK 就像說我們在國內旅遊 就比較不用擔心 那國外旅遊你就要是想說 你還有什麼地方要護照 或什麼交通上面也不見得比較 OK 一點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是有關轉換成 VBA 的部分 另外順便跟各位 就是講一下 VBA 的一些技巧 因為我發現同學有些技巧不太適 第一個 這個字太小了 工具裡面有個選項 它預設是九號字 請你在工具選項裡面有個撰寫風格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字稍微放大一點點 不然的話 它預設好像九號字實在太小了 OK 這第一點 工具選項裡面有個撰寫風格 你可以把字放大 第二個的話 這裡面如果要註解的話 我們是在 Python 裡面是頸字號開頭 可是在 VBA 裡面 記得是單引號開頭 單引號開頭的話 表示說這一行是註解 只是頸號變成單引號而已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如果說我要註解的不是只有一行 我要註解的是這一整片的程式 大概這一些程式全部都要註解 那以前怎麼做 以前就是這樣單引號 向下單引號 向下有沒有 一直要這樣 就是向下向左單引號 這樣也可以 可是同學說 我是這樣很麻煩 而且以後我程式寫很多的話 我豈不是要一直向下向左單引號 向下這樣 真的以前我們寫程式真的 我們可以這樣註解可以註解幾十行 可是後來我發現有個功能 不用這樣這麼麻煩 請你在上方按右鍵 這個工具列有沒有 有一個叫編輯工具列 編輯工具列你可以選舉它之後 你可以怎麼樣 還原或者是註解 它可以一次性的全部 只要你選舉的範圍 你要註解 按下這個使程式行變為註解 這樣就OK 那如果你要把它恢復的話 旁邊還有個按鈕 恢復 OK 用這個方法你可以取代像那個 Python裡面是 Ctrl加斜線 在那個VBA沒有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其實兩邊我覺得 很多地方其實也是相似的 主要就是你要知道工具的特性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講的這個 Python的版本 再把它轉換成VBA試試看 OK 好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其他的練習題 好